好 而在台灣也有濃濃的耶誕節過節氣氛 這是在呼籲大家要做環保愛地球 今天在桃園有一場別開生命的環保衣走秀的活動 不僅有用寶特瓶做出保暖的外套 連硬頸的耶誕樹也是志工利用上百支寶特瓶所佈置而成 寒冷假日百貨公司外頭 還是聚集了滿滿的人潮 原來是大愛劇場演員要來一場服裝走秀 還有環保志工帶著孫子走台步也是有模有樣 問到怎麼不怕冷 原來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兼寶特瓶回收做成的保暖衣 還有小朋友版的超級卡哇伊 來 歡迎你手 我身上這一件就是鋪棉的夾克 而且裡面我們做出筆美羽絨的保暖 我們用環保中空棉 不止衣服是寶特瓶抽沙做成 連百貨公司簽著銀白的巨型椰彈樹 也是用上百支的寶特瓶裝飾而成 吸引了不少民眾圍觀拍照 對 看很多人應該還是算滿特別的 從垃圾的一個回收量跟處理量逐年的下降 目前已經降到每人產生的垃圾量 每人每天產生大概只有0.5公斤 我記得在民國87年的時候 全國每個人產生的垃圾量大概是1.5公斤 做環保不分你我 在寬度佳節的同時 也別讓過度消費 破壞了我們寶貴的地球資源 大愛新聞養貨文章俊偉桃園報導